大家好,我是海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无废话一分钟毕业西诺宁 三分钟速通西诺宁技能机制操作手法 今天带给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理解西诺宁的技能机制与操作手法 要玩会西诺宁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它的采样器 当我们开启元素战技会出现一根夜魂条 旁边会出现三枚采样器 它对应的是你队伍中的冰水火雷角色 例如这次队伍中来有两个雷元素角色 一个水元素角色 所以采样器是两个雷一个水 当冰水火雷元素凑不够三个人时 不够的部分就会变成岩元素采样器 所以你的配对就决定了采样器的类型 那要怎么激活呢? 第一步你需要让三枚采样器中的其中两枚转换颜色 也就是配对中必须有两个及以上的冰水火雷角色 第二步开启元素战技 此时你会获得一个总值90点且冲了一半的夜魂条 第三步打出岩附魔瓶A触发被动天赋1 A一下回35点夜魂值 也就是A两下夜魂条就会回满 此时希诺宁会退出夜魂状态 同时采样器会被成功激活 持续15秒 激活采样器之后 队伍就可以像钟离的护盾一样 爱给附近的怪物减抗 有雷采样器就可以减雷抗 有火采样器就可以减火抗 具体表现就是角色脚底下会出现一个律动的圈 是不是感觉希诺宁又快又简单 但是快其实同时也是希诺宁最大的短板 因为你会发现希诺宁的夜魂状态 持续时间特别短 特写实战中开战技加A两下 只有一两秒的时间 三段岩元素伤害 而如果你想触发 进程勇者会卷的四件套效果 就需要在这一两秒的时间内 打出对应的结晶反应 除非你队伍中有两套进程勇者会卷 分别触发不同的元素反应 否则希诺宁的队伍很难让两种元素同时吃满四件套效果 这也是希诺宁相较于传统风系角色的一个小短板 希诺宁的大招很简单 当你拥有两枚转换过的采样器 开大造成一段炎伤 并给战场角色回血 我们用克勤队来做一次完整的演示 去M1骑手挂雷 希诺宁开战技A两下打出雷结晶 这激活采样器的同时 触发勇者实践套 那希达挂上草元素 切克勤 打出一枚缝 看来见 需要注意的是 当你打进第二轮循环时 我们一定要确保雷元素的量 可以压过草元素 例如用克勤的大招 来让希诺宁成功打出结晶反应 去上勇者实践套的BUS效果 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拥有两枚转换过的采样器 那如果希诺宁凑不起两枚 例如进了三岩队会怎么样呢 首先你会触发不了被动天赋1 无法再通过平A回复夜魂值 此时激活采样器只有两种方法 要么希诺宁自己战场输出 那么他的炎元素采样器 会一直处于激活状态 要么掏出你的蓝绿修改器 点出两名 此时希诺宁的炎元素采样器 就会一直处于激活状态 你甚至都不用切出来 就可以全程给队伍减炎炕 其次你的大招将不再有回复效果 所以你需要将买妈的任务 转移到其他角色身上 所以希诺宁进三岩队 时有两条路 要么自己主C 要么点出两命 身后悉足转无爱选西风或西色之敌 有爱有特殊需求可仓谷或游乐 都没有也可将天空之任 和成人访锤锤纳入备选 甚至还有三星武器旅旗舰兜底 他用余班纸推荐惠军四件 压强输出可密电四件 防御或充能杀 杯子固定防御 治疗或暴击头 优先保证单元路队至少180%充能 防御免应行要求 有没有转无散天二都很好对 对这条看充能防御和双爆 颜付加点推荐68 雅兰胎后下 在这方面 心动灵及减抗增伤治疗为一体 不仅能解决万叶重力的角色 不能败身两半的问题 还能成为更优解减方配对限制 如纳福班熙 纳福万熙 马香爱熙 福万班熙 雷九班熙 斗狼福熙 克达福熙 福叶福熙 宵夜福熙 达香班熙 等等等等 无论是纯色队还是反应队 都能有他的身影 只要配对中避免双分双少的情况 心动灵都能带来很大提升 此外 4米点输出其心动灵 搭配五狼 可攻离 限制阿贝多福尼娜 夜兰卡奇纳 任选齐二 数据方面 林嘉宁完全够 切阿命再转五 拜拜